合法讨债是这样子玩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17天2.0 我是季子乌 大家好,我是不是主席的朱主席 今天要教大家合法讨债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金钱的债权 要怎样透过强制执行的程序讨债 首先,债主手上要有法院确定的判决 支付命令、本票裁定或法院公证书等 就拥有合法讨债的权利 债主可以用这些向国税局 揪出欠债人的财产有哪些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国税局局长 你有没有陈储?你是局长? 不好意思,刚刚淡水蔡依林起价 我们先不要理她 之后债主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 这里要注意 债主申请时要缴交千分之八的执行费 再来就是开始讨债了 怎么讨呢? 如果欠债人民下没财产 法院会合发债权凭证给债主 债主拿着这张凭证 日后要发现欠债人有新的财产 就能去申请扣押 如果欠债人名下有动产或不动产 法院都会先查封 这样对方就不能偷偷地给他转让或是卖出 像汽车、古董、字画 这种可以移动的就是动产 法院在拍卖掉拿到钱后 才再分给债主 但像房子美丁美党之类就是不动产 就多了一个见价的步骤在拍卖 拿到钱才能分给债主 至于其他财产 就是指欠债人的银行存款、保险金之类 法院会发出当日的扣押命令 扣住账户里当日的财产来分给债主 有没有注意我的口气 就是要当日有效 要是这个账户明天后天又钱进来 就不能扣 请你再去申请强制执行 但有例外的 像是薪资租金账户这种 法院发出的扣押命令 就可以持续按月扣押 直到欠债人还完钱为止 提醒债主们 日后发现你的欠债人有了新的财产 都得再次向法院申请新的强制执行 这样说起来讨债不简单 要是遇上故意躲债的 真坏逃 是啊 不然我们的党产怎么敢这样处理 这件事情只有国民党主席知道 我也不知道 记住我 我不是主席了 这件事情你们问新主席好了 记住我 记住我